外成年少年還沒有駕照 卻當街雙載無照駕駛 穿梭雙北大街小巷 準備前往目的地 因為一個小時內 要將物品外送到客人手上 但送的貨物卻是毒品 這什麼東西 不知道 這不知道 我來看 讓你掛開 我怎麼知道 這什麼 這什麼 我怎麼知道 早在少年還堅決否認 不過滿滿一個車廂的毒咖啡包 已經成了鐵證 想賴也賴不掉 這個集團 主要透過社群軟體 以及電子EM威士忌特條 還有比例配方等術語 用來報價販售毒咖啡包 甚至還標榜雙北地區 一個小時內到貨 主要是由四名 為成年少年兩兩一組 將機車停放在交易地點 讓買家自行取貨 來規避茶器 而幕後主席人 是一名二十多歲的張姓男子 年紀輕輕就有多起毒品 傷害前科 他專門吸收少年當小弟 每次給他們五百到一千元 不等的擁機 主要是看準 為成年刑責較低 讓他們進行違法情勢 成年人來利用 我們這些無知的少年 來從事這樣的犯罪行為 您的行為 這是我們在少事法上面 會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警方三月茶器詐騙集團時 發現裡面有位成年少年 在交東西 原本還以為是外送 結果是毒品 警方向上溯源 揪出毒品外送集團 要將涉案人等統統一網打盡 靜新聞事業委員開序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聲敬美 靜好新聞